3.2 blindly 我覺得我個人滿意度最高 是 rings 真的非常的用心 I don't feel you little more 今天呢我要去看兩個展覽 第一個呢是 IU的15週年展覽 它一開麥會盲頂耶 聽說是那種比較偏素味媒體那種展覽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聲音 影像等等的 我真的非常期待 第二個展覽是在IU展覽隔壁 李俊浩 這個展覽特別的地方是 然後就有很多照片 影片 他是免費的 俊浩粉絲真的是太佛心了 真的是 好期待喔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OK 跟你們說 IU的展覽裡面是沒有辦法錄影的 只能拍照 跟上次還有的一樣 我們就是用現在 我就口頭跟你們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最近有要去的人怕被暴力的話 可以先跳過這段了 可以到這個時間後面再繼續收看 好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分享 這次IU的展覽是數位媒體的展覽 然後是總共分成五個瞬間 就是五個空間的意思啦 整體每個空間都設計的超級有巧思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首先第一個空間一走進去 就是一個很暗的空間 但是是充滿投影的 牆壁上來會一直出現 就是各種不同投影的元素 這個房間有點像是 這整個展覽的intro的感覺 就是先告訴你說 我們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瞬間去組成的 會跟IU一直以來的有一些概念相關 投影到最後呢 兩個旁邊的牆上就會出現IU的照片 然後就很像畫廊 真的很漂亮 接下來就到了第二間房間 一走進去就變得非常的明亮 充滿紫色花海的房間 超級美我的天啊 然後我超級喜歡這個空間 這間叫做聲音的味道 聲音真的會讓你感受到 啊感覺是甜甜的味道 酸酸的味道等等的都有可能 在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個投影出來的IU 真的長得超立體 超像真的 然後他總共唱兩首歌 是Strawberry Moon 夜性 配到旁邊這個紫色花海 這個整個真的是一大享受 這整間啦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 就是打卡啦 花海啦等等的 都超級適合大家拍照 大家在這裡停留滿久的 再來是第三間房間叫做天氣房 我覺得超級有創意 因為天氣的跟喜愛兒一樣 就是有非常多變化嘛 就是會有雨天啊晴天啊 這整區有很多天氣在上面嘛 每一個都是一個小拍貼機 很簡易的拍貼機 你就選擇你要哪一個天氣 然後會出現IU的MV截圖 然後就可以跟MV的照片拍照 特別的地方是拍完之後 旁邊這邊有照片牆 你的照片會出現在那邊 乍看之下好像都是IU的照片嘛 然後真的都非常的漂亮 IU怎麼可以美一層這樣 超級有氣質的 有幾張是Uana 所以你就會發現 IU的旁邊是Uana Uana的旁邊是IU 大家都在同一個空間的感覺 這個瞬間我們就是一起的 我覺得超級的感動 大家在這裡停留超久的 因為它這裡每一張照片都超美 再來是第四間房間叫做IU房間 這房間真的超級有創意的 你會發現它分成兩個空間 右邊的這個空間是IU房 倒過來的天花板是鏡子 所以你從鏡子又可以看到 正面的IU房間 很多都是IU實際收藏品 就是它把它個人無比拿來這裡放的意思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 所以你就會看到超級多 跟IU有關的收藏品 比如說手燈啊 歷代的專輯啊 然後各種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們雖然在不同的空間 我們沒有交錯 可是我們又好像在同一個空間的感覺 因為我們都是愛著彼此 我覺得這個設計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有創意 很有巧思 好再來呢是最後一間房間的 就是名字房 Space of name 首先看就是有很多平板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上面寫字 寫完之後 它會出現在後面的這個大屏幕上面 你遠看會想說 喔這什麼星星嗎 這個是所有來看這個展覽的人 他們留下的留言 好然後再來轉過來這一邊 有一整排 上面播映著是它歷代的MV 牆上就是它歷代的專輯的封面 我戴上耳機之後發現 它居然是DEMO 我的天啊 我聽到的是 Above the Time的DEMO 還沒有歌詞 然後是橫橫唱唱的這個版本 太酷了 真的太酷了 旁邊還有兩個小小台的機器 IU給大家的Message 然後我選擇的是安慰 然後出現的就是這一個 然後再來這個房間結束之後 走出去就是賣商品的地方 比如說像明信片啊 還有一些紙膠袋啊 底片啊等等的 就是很多很多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設計的都還蠻有質感的 我呢 有買 歌詞本 我的天啊 然後它是一本歌詞冊 它是IU親手寫的歌詞 精選幾首 IU作詞的 然後寫在這裡 我覺得真的太美太美了 太值得收藏了 然後呢有附 小卡 沒錯 是IU的小卡 超級可愛 我好像剪這個頭髮 哈哈哈 然後呢 IU的展覽呢 一領完票就會拿到這個東西 隨票附贈的東西這樣子 首先是這個扇子的部分 對就是IU 這是主視覺的這個扇子 然後背面是黃色的 然後還有這個東西 它蠻大的 我直接原地嚇到 超級用心 就是那五個房間的卡 它上面有跟你介紹這五個房間這樣子 這個是透明的設計 我就有看到很多人會直接就是在那個空間的時候對著這樣拍照 再來是小卡的部分 首先是這一張好像是隨機的樣子 我拿到的是這一張 是穿灰色的 這個比較居家的這張IU 另外一張小卡非常的特別 是長這樣 它很厚耶 就是彈吉他的IU這樣子 然後背面 居然是一個鏡子 放在你手機的背面 然後這樣照鏡子 是不是 非常的方便 那IU的這個展覽呢 就先分享到這邊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第一間房間第二間房間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默默的有點想哭 你知道奔山女子會有點感性 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IU這十五年這樣走過來啊 創作了好多好多好的作品 然後安慰了好多的人 在現場就發現 所有人都很安靜的在聽IU的歌 我真的覺得 UANA我們真的都很有氣質 真的 OK 再來呢 IU展覽隔壁 就是我們迪俊浩十週年展覽 這個十週年呢 這個是他演員出道的十週年 俊浩的展覽一進去啊 他就會給這兩個東西 小冊子 地圖 對 上面有地圖 然後這個是票卡的部分 他這整個展覽呢 是分成兩個空間 右半邊是演員俊浩的空間 左半邊是歌手俊浩的空間 我們先來看 右邊的演員俊浩的空間 演員俊浩這一邊的展覽呢 是用各種不同演過的劇呢 去做區分 首先就會看到2015年他演的 《俠女劍之記憶》 還有同年演出的 《二十行不行》 《三大男主角之一》 再來這一區是兩部電視劇組成的 分別是2016年的《記憶》 還有2019年的《自白》 這兩部俊浩真的演得非常的好 再來這一區超級酷 是2013年監視者們 來這部攝影機 他是真的走過來 就會很像自己也被監視的感覺 然後這一些小道具啊 都很有巧思 這個上面所有照片都是俊浩 然後這個櫃子裡面也是 再來這一部是2018的 油膩的Melo 然後都是用紙板組成 還有放一些電視劇的片段 再來是2017年的《指示相愛的關係》 最新的歡迎來到王之國也有耶 你看這個KINGHOTEL接待處 最厲害的是這一區 2021衣袖紅香邊 他完全還原耶 連李蒜他穿的衣服都在這裡 再來這一區呢 就是我們俊浩得過的各種獎項 還有他的感言都寫在上面 中間也有穿插一些他的作品 DVD等等的收藏 還有一些周邊等等的 然後這個衣服是俊浩本人穿過的 不可能連2021 我獨自生活的這個場景還原出來耶 俊浩代表的動物就是企鵝 演員俊浩這一整句真的超用心 我真的覺得演員俊浩的空間真的太強了 所有演過的戲然後直接重現 太用心了 而且還有很多就是實際使用的東西 接下來呢帶你們看 SOLO歌手俊浩的這個空間 帶大家看SOLO歌手俊浩的發展歷程 主要是以日本發展為主 2013年就是首張發行個人專輯嘛 君の声 然後隔壁就是2014年的FILL 各種他穿過的衣服周邊照片等等 再來是2015的SO GOOD 有展示他的拍立德衣服等等 旁邊這個車子走進去會看到 俊浩穿過的舞台服裝 還有一些日本演唱會的片段 你接著 你接著 再來這一區是2016年的DSMN 電話庭是還原演唱會VCR場景 超級精緻耶 還有2016年的SOLO TOUR 到了2017的ICE CREAM 哇這一區真的超可愛粉粉嫩嫩的 這個餐車啊冰淇淋啊整個還原耶 影片播放照片等等的 中間這一整區都是他發行作品的一些寫真照片 每一張都超帥 然後居然還可以試聽專輯 當然是要拿起來聽一下啊 我們俊浩創作歌手耶 不能缺少就是留言版嘛 所有人都超級認真在寫留言的 再來這個神秘空間走進去 是2018的Winter Sleep 整個超級神還原MV場景耶 然後鏡子椅子啊都是MV裡面實際用過的 再走出來呢會看到2017年的Canvas 是韓國發行的第一張專輯 每一張照片都充滿了感性 地上呢這樣子走會有很多不同的字 然後後面其實還有一區就是可以看俊浩唱歌 但是裡面沒有位置我就沒有進去了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是2018年發行的想像 這一區就會投影出3D的俊浩 然後還唱歌還有一些LOGO等等的 超級酷 我們俊浩的編年史 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邊還有一些他的周邊T-shirt等等的 重點是上面有親筆簽名 俊浩最近也發行了新作品Can I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原本想說演員這一邊也讓我很驚訝了 沒想到歌手這邊更誇張 這邊真的超級厲害 幾乎每一張專輯概念場景完整的還原出來 MV拍攝的東西或是他穿過的衣服 超級超級感人 大家也知道俊浩啊他是從在 就是還在當兵的時候就突然爆紅嘛 就是那個穿紅色衣服的那個烏梨姐 退伍之後就順勢就開始接了很多好作品 這個之前俊浩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不溫不火的狀態吧 就是他沒有說到超級爆紅 但是突兵又有一定的地位 這樣子的感覺 看了這些東西你就會發現 他一直都沒有停下來 很認真在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我覺得俊浩就是那個金子 他一直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終於終於 在他當兵的時候就發光了 以上呢就是IU的展覽跟俊浩的展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去看的就是hype展覽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hype inside 然後是舊的嘛 是在hype他們公司地下一樓的展覽 可是呢 沒多久之後他們居然那個整個展覽就結束了 但還好呢他們後來有開了新的展覽 然後呢是在另外一棟大樓 跟hype完全是不同方向的地方 終於可以換我去了 我終於要去了 那我們就出發 hype這個展覽呢 在鳳恩寺站5號出口 一走出來馬上就會看到一整棟建築 稍微往前走一點點轉進去 就會看到很多人開始在那邊排隊了 齁 工作人員確認完你的場次之後呢 就會進到排隊區 所以時間到我們就會進入這個 時光長廊 沒錯就是要進來領你的票 最重要的是 隨機的 好的我們現在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hype展覽裡面 到底會看到什麼東西 你沒有機會來這個hype的展覽的話呢 可以看以下的內容就是過過乾也這樣 那如果你預計有要來怕被爆雷的話呢 可以先去跳過這樣 進去呢就會看到一個小空間 就是很像他們後台啦 他們在準備書畫之類的 還有一些藝人的親筆簽名 還有他們寫的字 旁邊這裡就很像攝影棚啦 打燈啦 一些照片的場景 很像他們的reference的感覺 走到下一個房間呢 這邊會有很多角的這個頭螢幕 上面就會出現好幾張照片 然後都是局部的五官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剛好就是seventeen正在撥印 我就看到咻啊 好喜等等的這樣一個一個出現 再來這一間也是很多個螢幕 然後是總共五個團體嘛 然後他們的照片會輪流的撥印 水墨畫的感覺然後不是很清楚 有點像是做預告的感覺 另外一邊呢這邊有很多的錄影機 各種不同角度 然後下面還會時時的投影 然後你可以找說 欸你這個螢幕然後是在哪裡拍 再來呢就會上到二樓了 二樓是完全不能拍照也不能錄影的 那二樓一上去呢就是一個底片房 等一下現在小孩知道照片是怎麼沖洗的嗎 這個小房間就設計的像暗房一樣 就是完全不能有燈光的 暗房裡面會是用紅光來判斷說 你現在拿的是什麼東西 暗房的中間是五個台子五個團體 上面呢是一張一張的底片 然後還有一個可以移動的放大鏡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金采雲一過來看金采雲的隔壁看小櫻花 這樣子移來移去這樣子看 然後靠牆這一邊呢還會看到一個就是 很像迷你投影機的東西 你知道他還是沒打廣告 那是三星的東西 你喜歡的成遠的小底片 然後放到那個儀器下面的時候 他會顯影出來反白的這個照片 然後接下來這個空間呢分成兩邊 是照片房 右邊呢是三個團體 Lostrafin BTS跟Tomorrow by Together 然後每一個成員都釋放兩張畫框 很像在逛畫宅 哇這個臉很精緻 然後左邊這邊的房間呢 是Seventeen跟Enhypen的照片 然後一樣就是可以看很久 哇金銘魁的臉真的 哇雕塑耶 再來呢再走出去會看到一個很大很大的空間 這個地方呢他打造的有點像是攝影棚的感覺 就是非常想打然後分成不同的區塊 害不得他們的團體不是有為了這個展覽拍概念照嗎 這個攝影棚呢就是還原他們那個概念照的場景 比如說Lostrafin呢就是比較喜歡法式浪漫 然後就會有一些他們穿過的衣服啊 然後Tomorrow by Together的話呢就是比較像是畫布 然後就會有他們穿的西裝啊 然後對面的是BTS BTS也是走油畫的風格 就是有把那些場景然後那個油漆什麼都擺出來的 然後M拍盆的部分呢是比較偏貴族風格 所以他就放一些玫瑰啊高雅的那個view 然後在最另外一邊呢就是Seventeen 因為他們人數眾多 幾何元素、塑膠布、三元色的球啊等等的 然後他們照片就是有大有小的這樣掛起來 唯一可以拍照的就是中間的那個便條紙留言板的地方 一樣是分成五個留言板 然後你可以挑選你喜歡的團體 寫完之後呢就掛上去 你可以拍你流完顏的東西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對這個場景就這樣結束了 沒有了 所以我們出去就是賣東西的地方了 我的天啊 賣商品的地方呢 一樣就是有分各種不同的團體 賣的東西其實差不多 只是分不同顏色不同的團體 我去年還有BTS買很多東西 但這次呢 我一個東西都沒有買 但是呢我拍照 就是旁邊還有一個區塊呢 是可以拍照的地方 好像有六台吧 按下我要收據 他就到數五十三二一 然後拍照 有三種濾鏡可以選 那我覺得後面兩個都超級曝光 所以我就選第一個 然後我總共拍了三張 我還跟近看小卡一起拍 然後這展覽就到這邊 就結束了 沒有了 我覺得HIVE這個展覽看完之後 會覺得有點像是 一點一度的成果展的概念 整體評價我覺得還好耶 看過就好了這樣 我真的對不起 這是我個人觀感我真的對不起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帶你們看三個IDOL的展覽 I.U.GIN 還有HIVE旗下的這個展覽 我覺得我個人滿意度最高的是 I.U.的展覽 真的非常的用心 用心到不行 看我又覺得超感動超想哭 大家如果對這個 以上的展覽有興趣的話呢 目前I.U.的展覽 還有HIVE的展覽 應該都還開著 所以如果你們這陣子 有在韓國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想看什麼樣的主題都可以跟我說 我們一樣下次再見 掰掰 還有怎樣 只要快樂 快樂就可以了吧 一時二十